我跟妳講 今天的震怒比 蹦蹦 今天我們絕招出鏡了 然後千萬不要忘記了 按讚 お願いします 小豆絲 小豆絲 995 小豆絲 小豆絲 最近叫李二三粉專的按讚率很低 怎麼辦995 這問題很嚴重 看來就下猛藥了 好不好 今天就教你們另外一道不一樣料理 我們來沖一下我們的按讚數 歡迎大家收看小豆絲995這個單元 今天這個995居然是要救我們的按讚數 大家今天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 雖然那個按讚數又下漿還做一個這麼普通的真肉餅 我跟妳講 今天的真肉餅 不得了 來 我們今天準備的就是絞肉 鹽 薑 那剁肉的時候 其實我們同時間加了鹽 可以讓肉產生黏性 到時候我們在下調味的時候 它會把味道吸進去 那薑呢 在剁的同時呢 我們也把薑的汁剁到肉裡面 都要什麼程度的來 其實很簡單喔 你把它翻過來 你有沒有看到就是肉它已經有一種黏 就是 有一絲一絲的感覺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拌我們的肉 醬油 胡椒粉 葱花 糖 來 我們先下水 然後你看 我們剛剛加下去的水 它都已經被吸進去了 但是為了口感呢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太白粉 好不好 這個太白粉呢 它其實是能夠幫助我們肉餅呢 一來著口感 對 就讓它更滑嫩 肉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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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們現在肉餅都已經辦好了 這裡呢 我們也有東西可以教大家了 為了平安戰術對不對 今天我們絕招出鏡了 王早你知道什麼嗎 看起來像是米酒 你又藏起來了 米酒是我剛忘了家 對不起 年紀大 好 重點接下來其實在蒸肉餅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讓它熟的很均勻 所以這個時候很重要的呢 其實是你的手 來 我們把它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把它拿去蒸 那10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告訴你 到底我要幹嘛 你看 肉餅已經蒸好了 王早這個湯汁是不是看起來很下半 對 跟你講我這個湯汁今天不要 終於呢 我們最後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的肉餅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是哪裡 終極的命名 沒有錯 就是它 白目2 對 它是新鮮的白目耳 暫時纖維非常高 我們把它煮到略微濃稠 再回淋到我們的肉餅上 小時候是像什麼吃法 如果用金針菇怎麼會 喔 用金針菇也行 對 但金針菇我們用過了 王早我知道 你剛剛是有點想要腰瘋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我只是幫忙沒有味 沒有 但你的想法很爭絕好不好 來來來 我幫你按個讚 我們大概煮了三五分鐘 看一下喔 有沒有 是不是已經很滑暗愁了 拿淋上去 好 再放上個沖花 燈燈燈 好不好 我們來吃一看 很滑 真的很滑 大概跟溜滑地一樣滑 哈哈哈哈 好浮誇 它就是會讓那個肉汁啊 就順著咕嚕咕嚕就斷在肚子裡 然後千萬不要忘記了 拜託 大家 按讚 求求你們了 不要被浪費 被打敗了 請求你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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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果這一集沒有什麼 很讚就覺得忘了 我玩完球盪 哈哈哈哈 結果就是有三隻 哈哈哈哈 然後你又無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